为了关怀弱势家庭的小朋友 南投县择案成长学院关怀协会 都会办理岁末关怀弱势活动 并设计新的课程 日前特地邀请来自匈牙利籍的足球教练 在县立体育场上 指导张星国小的小朋友们 学习如何正确地踢出足球 今天是我们走岸关怀协会所举办 关怀弱势海统的活动 特别设计聘请我们匈牙利 以及我们印度的踢足球的老师 来带领我们的小朋友 我想南投县从来没有参与过 我们的足球的活动 有一次在这个活动当中 碰到小朋友非常的好奇 我想小朋友很喜欢 我们走岸就来圆小朋友的梦 所以今天这一场 这个踢出美好未来 也是为我们若是小朋友做设计的 很多的都是家长 阿公阿嬷爸爸妈妈一起来参与 我想这个足球的活动 就必须要透过团队的精神 才能够达标 所以今天的亲子参与 还有我们的家庭的参与 都达到我们这样子关怀的一个意义 教练Lucas及太太赖斯敏两人 都是国际级足球教练 指导小朋友要在什么部位用力 才是最正确的踢足球方式 小朋友们都感觉受益良多 大家好 我是Lucas 我是足球教练 大家好 哈喽 我们今天非常谢谢赖议员 我们很开心可以教这些小朋友 踢足球 感谢左岸关怀协会 张兴国小校长张灵采 也到场关心小朋友的学习状况 并感谢赖议员 一直关心弱势家庭的孩子 这是一场很有意义的活动 左岸关怀协会每年都会办这个关怀的活动 让学校里面家庭比较弱势的孩子 有一个出来跟别人互动的机会 像我们学校今天就阿嬷带着两个孙子一起来 那尤其今天的活动跟以前不同 就是它是一个户外的足球体验 尽量能够让弱势的孩童在童年有一个 美好的一个成长的经验 我觉得这个很可贵 那我想社会上有这样的民间的力量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社会进步的一个支持动力 为了进一步关怀弱势孩子 在进行足球体验活动之后 协会也特地安排所有亲子 共同享受了难得的牛排亲子聚餐 促进家庭和乐融融 也达到孩子踢足球的梦想 记者王水仙南投采访报道